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时尚和奢侈品这个行业 我相信很多群里面的家长或者说是学生 对这个行业开始感兴趣 可能都会跟一部时尚类启蒙类的电影有关 就是穿prada的女魔头 很多我们这边的学生也是因为看完这部电影 然后对这个方向 比如说到底在时尚杂志工作到底是怎么样 以及最runway show等等 就是在秀场等等这些工作环境 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到底这个行业方向 是不是真的看起来这么光鲜亮丽 以及它的一些薪资水平 对于学生如果说进入这个行业的职业发展大致是什么样 那今天我们就会用这个讲座 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对于时尚类行业的职业的大致的分类 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就这边不做特别细致的一个分类 就是粗略来看 我们可以分为产品和内容的部分 内容的部分的话 大家就常规知道的像这个传统的媒体杂志 L或者说是Italian Vogue等等 像这些杂志进入的话 其实确实难度也会比较高 但是其实往往呢 并不是时尚行业里面相对来说薪资比较高的方向 对于这些杂志社 因为周世华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崛起 很多传统媒体都在衰落 传统媒体包括像电视行业 以及杂志报业等等 所以虽然大家可能都看过 像这个Anna Wintour 对吧 时尚行业的就是这个 Tranbrother女魔头里面的原型人物 她自己创办的 不管是九月刊 包括之前也专门有拍过她的纪录片 但是其实像这些杂志的销量 现在每年都在下滑 所以真正现在 像那部电影里面的这种时尚杂志社 编辑的这种工作 可能并不像电影里面 现在看起来还这么的光鲜亮丽 你像之前很多 不管是在欧洲 意大利 比如说你在圣马丁 或者Parsons读书的学生 往往在实习期间 是到这些时尚行业的话 在实习期间 很多时候是没有薪资的 因为对杂志社这部分来说 现在可能往往没有新媒体 盈利利润那么高 所以比起这些传统杂志社 甚至可能一些新媒体 比如说像在国内 咱们了解到比较多的像公众号 对吧 国内的GoGoBoy等等 像GoGoBoy 他这个做公众号 他的助理的薪资 其实都是远远高于 可能你比如说进入到 时尚巴沙等等 这些行业里面 拿到的薪资水平 所以像现在我们一般 在跟学生建议的时候 对于时尚内容端的 这个行业方向里面 其实时尚 奢侈品跟这个线上 营销 Digital Marketing 是有非常多重合的点 可以去做的 而且对于真正你像学生 哪怕是进到一些 特别顶级的一些杂志期刊 就是时尚这个方向 一个是在海外地区 其实每年招收的人数 非常的少 就是你招进去之后 相对工作也会比较稳定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 一个萝卜和一个坑 所以这部分招人稳的 就是行业本身偏传统 他不会进行 大规模的扩张和招人的情况下 每一年新产出的 这个国际生 对吧 树然有这么庞大 你不管说是圣马丁也好 Parsons也好 就是Parsons这些毕业的学生 还有很多这些 非本专业毕业的学生 也感兴趣是个行业 都在目标这些岗位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也会比较多建议 像走这个 就是时尚里面的 这个做线上营销这部分 一方面是针对国际生 招的数量比较多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 大牌设置品都在走线上化 不管说是Chanel也好 或者Burberry也好 大家发现都有开设 现在就运营 国内的一些公众号也好 以及自己的一些网页 包括像京东的这个TopLife 就是专门去针对国内 做线上去销售这些奢侈品的 一开始的话 这些欧洲蓝学品牌 其实对线上端销售 是非常谨慎和抵触的 会很担心 拉低自己这个品牌的这个价位 但是说实话 现在整体这个高端的 这个购买力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很多的大牌 都在下沉自己的市场 包括像之前一段时间 就是大家都说 为什么赵丽颖 就是看起来可能会 不是那么的高级 或者说比较图接地气 但是也可以去担任 这些所谓的蓝学品牌的 这个形象大事 当然不知道群里面 有没有赵丽颖的粉丝 举这个例子的意思 就在于对于大牌来说 它只要下沉市场 就要开始去扩大 它的销售面 所以线上端一定是 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么我们说完内容的 这一部分之后 可以先从产品线来说 因为我不知道群里面 有多少的学生和家长 可能是本身是学设计出身的 就是未来想要做设计师 所以我觉得可能数量 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不会做着重的一个讲解 就如果说大家 稍后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私信 我可以再稍后去说 就是具体关系设计师 这部分的一条职业路径 那么除了咱们传统说的 我今天说的所有的方向 都是没有专业局限性的 就不是说 你是要在设计院校里面 学设计才能去走的方向 哪怕说是你是商科类方向 或者说是理工科类方向 对这部分感兴趣 今天说到的所有岗位 其实都是可以申请的 我发的这个图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的 就是具体showroom里面 大概去做的这些职位 我举个例子 就是以还是以 因为今年我们应该 很多家长的小孩 都是在海外地区 我今天说到的所有岗位 都是以相对薪资还可以 以及对于招聘国际生数量 也都是比较多的 几个方向为准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merchandise 也就是商品营销部 另外一个我说到的 这个商品营销部门的岗位 是相对比较偏理工科一点 他会比较喜欢招收像统计 以及像这个数学 或者会计这部分背景的学生 因为你每天要去看 很多的销售数据 你要根据一些以往的 这个门店的销售情况 就不同地区的门店销售情况 来去选择和 就是做出这方面的策略 有一点像做咨询的 这个出strategy 就是出这个 每年的上市计划和策略 就是你要通过过往的数据 去看今年不同的品位 因为你知道大牌的话 一般的上新速度都是很快的 大概每两周 门店至少是要换一批货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量 也是属于时尚行业里面 相对比较核心的部门 你是需要不断的根据 你上一季的新品反馈 来去看下一季的新品 你要在每个单品上面 具体是订购多少的货量 以及给每个不同的地区 每个不同等级的门店 比如A级店 B级店 C级店 要配多少的货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 很直观的理解为 保险公司里面 做精算的这个岗位 像时尚 fashion 就是包括奢侈品这部分 除了在海外地区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之外 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回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像大家知道 奢侈品市场 尤其是时尚这部分 现在的主要市场购买力 是集中在国内 所以对于不同的大牌 其实基本上 把国内都一定是会放在 它的首要重要的一个 战略意义的一个地区 那么所以对于它国内的 你不管是管理层的 一些运营岗位也好 或者说门店扩张也好 或者说是市场营销等等 这部分 它其实都会有更多的 一个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我这里也可以再提一下 对于比如说像奢侈品 因为现在除了门店 不是说单纯的销售 而是有单纯 针对销售类型的销售管培 这样子的岗位 对于门店来说 如果是一线品牌 或者超一线品牌 在北上广深 这个城市的话 就是你做普通的销售 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差的 基本薪资 两万五左右 这个其实你做得好 还是可以拿到的 那如果比如说是做到 像门店店住 这样子的岗位 就是类罪副店长的 这个职位的话 三万到三万五 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预期的一个薪资 那如果是达到店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的话 五万到八万之间 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一个薪资 如果是做到区域经理 比如说你是华东 华南 或者华中片区的 一个区域经理 往往区域经理 可能会管十家店左右 到十五家店之间 这样子一个水平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 反正十五万到 就甚至往上走 这个都是可以拿到的 薪资水平 这里也提一下时装周 因为很多对时尚 感兴趣的同学 可能也都是非常希望 可以像这个 比如说电影里面 这个穿prada的女王 或者说是 Carrie Brasher等等 可以去参加 各种各样的时装周 其实对于时装周来说 如果你只是去看秀的话 确实是比较好玩 比较有趣的 但是对于真正的工作人员来说 其实主要参与的环节 可能是after party 就是这个秀走完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派对 在这些场 就是环节里面 你可以去接触到很多的 这个就像咱们金融里面 说的network的环节 你可以去认识到 很多的设计师 以及可能一些比较 这个所谓的KOL 也就是在时尚里 比较有话语权的这些人 有些可能是属于 很有名的知名的博主 同时呢 你也可以去感受 就是真正真正 像电影里面 看起来最光鲜亮丽的 这个环节 就是这个其实是 相对比较占比 当然不是绝大部分 但是其实对于真正的工作人员来说 在很多的秀场环节 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往往是你肯定没有时间 嫌弃一直在前台看秀 就是大家看前台的这个秀场 看起来好像是很轻松 但是其实后台各方面 这个其实就运用到 咱们传统说的这operation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 反正operation这个专业 就是如何你在后台这么复杂 就这么多的模特 每个模特要换这么多套衣服 以及每一套衣服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复杂的配饰 有可能会需要这个不同的妆容 以及发型的调整 就是你需要在后台去align好 所有的这些模特的每一个细节 包括像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 就是对于所有的模特来说 你去穿尤其是顶级的这种 Occal Tour就是高定的话 你的脸上的妆各方面 是肯定不能够弄脏这些衣服的 所以每个模特都有一个 自己单独的穿衣助理 而很多穿衣助理 其实认不清自己的模特 长什么样的 因为觉得模特看起来都很像 所以你要负责保证 每一个穿衣助理 都要记住自己的模特是谁 而且一个穿衣助理 可能要负责三次套的模特 就这个look的衣服的穿搭 你要保证 它的每一套的穿搭 都是要在非常短 非常迅速的环节完成 并且不能在任何一个细节有错 因为大家知道 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 很多时候对于你的 这个最终呈现的 这个look要求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你穿上一套衣服 你具体某一个细节 要加一根别针 或者你的这个衣服的褶皱 需要怎么样去进行处理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 这个后期的穿衣助理来说 都是非常复杂 而且很庞大的一些细节 你是要在很短的 这个秀场的时间 要让他们全部都保证 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秀场前期是一定要进行 不断的彩排和演练 对于这个秀场前期的